《战狼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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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期的事件 林兴如的人气一再下滑 关于他的黑历史 也不断地被挖掘出来 真的到了人设快崩塌的地步了 虽然传言当初霍建华是被逼婚 但是现在作为老干部的霍建华 还是在背后默默地支持自己的妻子林兴如 再经历了慈善业林兴如高调蹭红毯 而他本人也没有捐款 导致网友对他非常的不满 或将华为了弥补妻子的形象 事后还补卷了60万 环珠事件随着周杰的发生 到现在已经到了高潮地步 很多当时的演员已经成为圈内知名人士 比如赵薇林兴如 范冰冰苏友鹏等 直到现在才回应当时的舍稳事件 也就是这样 让林兴如直接受到网友的反感 而当时扮演黄二马的张铁林 也说林兴如人品不好 作为林兴如的老公 在这件事情上面 多少是也受到波及了的 即使是这样 老干部还是力挺自己的老婆公开说 请大家还兴如一个清白 有什么冲我来 当时林兴如说过公道自在人心 现在周杰看到贺建华的发生之后 也用了当时林兴如的六字真言 公道自在人心 真的是几句讽刺 中文字幕练成活字幕练成活动 小嘉宾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